韓國人到底為什麼這麼愛吃辣 那個火雞麵 黑色的還不夠 還出兩倍的那紅色的 難道韓國人的味道是鐵做的嗎 那是誇張耶 大家好我是衛生人 今天我們來聊聊 韓國人到底為什麼這麼愛吃辣 那到底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吃辣的 你們覺得韓國人愛吃辣嗎 我相信這個不會有人懷疑的 基本上全世界人應該都會統一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想想 韓國人愛吃辣這件事情 從全球的觀點來看合不合理 你們覺得有哪些特徵的地方的人類是比較愛吃辣 熱的地方愛吃辣 之前曾經就去招募一些員工的時候呢 我就問了一些問題 韓國人為什麼愛吃辣 然後當有人是回答我說 因為韓國天氣冷 我基本上就不會錄取這個人 因為你就全球去看嘛 只要吃辣的民族都是集中在熱的地方 辣椒這東西原產地是哪裡你們知道嗎 墨西哥 這麼冷的韓國吃辣這件事情 其實從全球觀點看其實有點怪 我們想要冷的地方 北歐沒有在吃辣 俄羅斯有沒有在吃辣 當然中國東北的其實有些地方有在吃辣 但是那是後來的事情 但從全球看到其實冷的地方是 它也不會產辣椒 也不會吃辣的 古代的朝鮮人叫辣椒是 南蠻椒啊 還有 倭草 就可以知道這個辣椒是從 南蠻都要從南邊傳進來的 或是倭草都是從日本傳進來的 那這個外來的這個辣椒 到底什麼時候開始 生殖韓國的藝術化呢 那時候朝鮮人沒有把它當食物來看待 有一本叫 知風類說 一個叫李穗光的人寫的 它有記載說辣椒是官場用的毒草 對吧 所以這時候看得出來它不是拿來吃的 像是有一本日本人寫的書叫 《朝鮮開花史》 裡面有寫到說 當時是日本 想要親密的朝鮮人 想要把辣椒這個毒草 傳到了朝鮮之後 想要弄死朝鮮人 結果發現 結果說 結果發現朝鮮人其實不一樣 朝鮮人吃這個辣椒不會死 甚至後來朝鮮人還喜歡吃這個東西 辣椒這個毒草呢 當時真的有在用在戰爭裡面 就是說 會放在那個泡裡面 讓敵人 眼睛 噴到辣椒中 再辣辣 蠻痛苦的 那是一個生化武器的概念 好多的生化 Key啊 那時候 那時候來說 應該很痛苦 現在我撒辣椒粉在你眼睛 很痛苦 不只當武器 那 據說那個很冷的時候有沒有 朝鮮人有把辣椒 塞在椒的中間 對 這樣取暖 因為辣椒的辣 是一個叫辣椒素的成分 它是會讓人覺得是熱的 再帶你去韓國玩的時候 你就試試看好了 好所以總之 我們這些故事都看得出來 就基本上 以前朝鮮人是沒有要吃 總是拿一大武器啊 什麼都可以 就沒有再吃了 給他們在1670年 撰寫的叫 飲食知味法 在安東的一個叫 張氏真夫人寫的那個食譜 它有記載泡菜的作法 那時候的泡菜是 主要是黃瓜 這個黃瓜泡菜呢 它是用山椒去提味的 山椒聽說是在 韓國和日本地區 產的一種椒 它味道跟辣椒差很多 那我小時候有吃過 我其實不是那麼喜歡 我覺得吃起來有點像 那個台灣原住民料理裡面 會加了馬告 我覺得有點像 這是蠻特殊的一個香味 總之加了這個山椒 進去做這個泡菜 所以在這個食譜裡面 也沒有任何辣椒的中心 那辣椒什麼時候開始入菜的呢 有一本書是叫 增補山林經濟 一個叫柳重林的學者 他去徵修了一個叫 弘萬選的人寫的山林經濟的一本書 那這裡面也有記載當時的泡菜的製法 那時候泡菜跟現在還是差很多了 那這裡面出現了辣椒 但是這時候辣椒是整顆丟進去的 所以並不是像現在的辣椒粉的做法 而且這時候主要還是用山椒去提味 但總之看來那時候的朝鮮人開始覺得說 看來辣椒這個東西好像是可以拿來用這個料理 再進一步到了1795年 有個叫進傳儀軌的這個紀錄 它主要是記錄宮廷裡面的料理 這時候宮廷料理裡面也出現了辣椒 但這時候是辣椒醬的形態 吃一些菜可以沾一點辣椒醬來吃 那接著再到了1809年的一本 女性的生活百科書 《歸和從書》 一個平好感姓李的女生寫的 他寫的這本書裡面的食譜 就開始出現了蠻多的辣椒了 可能一些湯類加辣椒醬之類的 這時候的朝鮮基本上就是辣椒露菜 是可能是蠻普遍的狀況 所以學者們推測這個時間點 韓國的泡菜就慢慢開始有了現在的樣子 那辣椒粉替它的山椒這件事情 其實應該是還不錯 為什麼呢 因為山椒據說是沒辦法種植 它一樣是去山上拆野生的 但辣椒是可以種的 雖然它那個氣候不太適合 但是還是有辦法種 總比山上採山椒容易 所以當時的平民百姓 也開始用這個辣椒來做泡菜 但我相信當時的朝鮮吃辣的程度 還是跟現在差很多了 頂多就是稍微提味 我像現在吃起來 然後就是他哭著找媽媽的程度 例如製法 它裡面有講到 有介紹到辣牛肉湯 有去韓國玩過的人 有些人有吃過辣牛肉湯 像台灣有些韓國餐廳也有在賣 那本書裡面介紹的辣牛肉湯製法 就很有趣 他說可以用胡椒或者辣椒醬來做 所以辣椒醬是選項 你也可以用胡椒 胡椒做到它就白白對 所以由此可見 日據時期的韓國 大家普遍不是說那麼愛吃辣的 好那到底韓國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不辣不歡吃明於這個辣味嗎 那像是我們在三陽食品的介紹裡面 有講到說 辣是會上癮的對不對 人會吃越吃越辣對不對 韓國人就開始慢慢慢慢 他越來越習慣辣 那在顯然這個發展的事件 是 苦政西執政的時候 又出生了苦政的時候 1979年的時候 韓國發生了一件事情 據說那一年的韓國下了很多雨 那辣椒是怕雨的 因為它是從比較乾的地方來的 那一年的韓國辣椒產量非常非常慘 但韓國你知道韓國有一個文化 在我小時候還有 就只要是冬天來臨之前 就會買很多白菜 所有的鄰居 所有的家人聚在一起 嗨大家好 這是肥波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到你嗎 歡迎來投稿 投稿連結就在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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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泡菜 那那個泡菜是煙一整年份 那這個文化甚至還被登陸為 那個聯合國的世界五行文化遺產 對那時候的韓國人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儀式 如果你不做這件事情 就覺得說冬天怎麼辦 明年沒泡菜吃怎麼辦 以前在我小時候 韓國是每一餐都一定要有泡菜的 那你讓韓國人沒辦法淹這個泡菜 是會暴動的 不真是覺得這是太嚴重的事情 那時候就很急著 墨西哥調了大批的辣椒進來 然後讓韓國民眾淹泡菜 你知道墨西哥辣椒特別辣 當然我不知道那時候正確進口的品種是哪一種 如果我們就假設他進了這最有名的 哈拉拼紙進來 當時韓國一般的辣椒的辣度是1500 那墨西哥的哈拉拼紐是 3500到8000左右 所以這個差距很大的對不對 但是這個哈拉拼紐 據說是在墨西哥辣椒品種裡面 已經算是比較不辣的了 總之拿哈拉拼紐這個 來做的辣椒粉淹的這個泡菜 對當時的韓國人就太辣了 據說一堆韓國人把那個泡菜給丟掉 但是我們有在吃辣的人都知道 你知道耐辣的粉底不只是越來越強 甚至你願意稍微越緊挑戰的話 你是可以突然升級的對不對 那一年雖然韓國人普遍都覺得說 太辣了把泡菜給丟了 但是我相信就有一群韓國人 突然好想念那個很辣的那種泡菜味道 這個當然我是有點腦骨心情的 但是我覺得這次故事蠻合理的 接著後來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1983年的時候 日本有個咖哩廠商 他想要在韓國種植辣椒 做咖哩的一些菜原料出來 但發現他引進的那個辣椒 在韓國一直長不好 他就請韓國的 還有一個叫中央種苗的這個單位 一起來研發一個 適合韓國生長的品種出來 這個研發團隊去找了 泰國的辣椒品種 和濟州島的辣椒品種 配種之後做出了一個 新的辣椒款叫 這個辣椒的石膏維爾指數 是在四千到一萬兩千時間 那就很辣了 但聽說日本人的咖哩公司 最終還是沒有要這個品種 但這個品種就引發出來 所以你就剛好搭到 你看韓國有一批人有沒有 就吃到那個墨西哥辣椒粉 做的泡菜之後呢 還念了對不對 還念之後突然出現了 比那個哈拉拼紙還要辣的辣椒 沖陽果汁出來了 所以這時候韓國人開始用沖陽果汁 來做辣椒粉和辣椒醬 所以韓國人平均的耐辣成的 突然開始越是成長 那後續的故事 我就不用說了 基本上就你看到的現在狀態 這基本上就蠻危險的 就是韓國人的胃癌 胃癌率其實蠻高的 吃那麼辣會刺激到胃了 所以也不要一直去挑戰那些 特別辣的東西 注射器 還好沒關係 韓國人講 不耐辣的人 那是辣的 肌底是很鬧的人 渦囊肺的意思 渦囊肺的意思 小心未然 哈哈哈哈 你們會不會好奇 剛剛講到那些辣椒的那個 石膏維尔指數 到底是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我這裡列了幾個 韓國的泡麵 跟那些辣椒的那個 石膏維尔指數的排行 像剛祝賀講到的 他覺得第一次吃到 覺得很辣的 那個鞍城湯麵是570 那韓國的創始泡麵有沒有 三洋辣麵是640 那剛剛講到 韓國一般常見的辣椒是1500 火雞麵裡面 粉紅色包裝的火雞麵 奶油火雞麵 它是2400 還有我們吃西餐披薩 常用的那個 Tabasco Jack 是落在2500到5000 有個叫八道涼拌麵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 韓國人蠻愛吃的 就是它是辣辣的涼拌麵 但是它是吃冷的 對台灣有賣 我好像有買一包 如果你想吃的話也可以 OK 那它是2652 辛拉麵是2700 對 那這個青陽辣椒是在4000到1200 黑色包裝的火雞麵是4400 但我講過火雞麵因為它是乾麵 它的體感辣度是辛拉麵的兩三倍以上 好 那再一個叫火拉麵 韓文講10拉麵 台灣飯的火拉麵 它的辣度是5013 有一個我說我吃的那個最辣的 最辣的那個縫隙拉麵 它的辣度是9416 那個就蠻誇張 但是它是湯麵 所以我覺得還好 兩倍辣的那個火雞麵 它曾經辣度是沒有這麼辣的 它比那個縫隙拉麵低的 那就改款之後 它的辣度是1萬 瘋了 更誇張的是什麼 後來韓國就有些廠商做出了 更烈奇的泡麵出來 叫火魔王辣麵 火魔王辣麵 它的辣度是1萬4444 它是故意的吧 差不多4個4次故意 火雷西亞的這個概念 這個產品出來之後 又有一個瘋狂的廠商做出了 炎羅大王辣麵 是兩萬一千 哇是食物的 這個就不是食物 基本上就不是食物了 台灣應該買不太到吧 到時候去韓國 看是不是可以買 嘗試看看 那時候祝賀拜託 一定要跟我一起嘗試 我是有聽說 中國像四川還有湖南 是真的很吃辣 還有貴州這些地方吃辣 跟現在韓國比起來 到底是哪一邊更能吃辣 泰國也是蠻愛吃辣的 說到這個 泰國和越南有些辣椒 真的是有很多辣的 有一次我去越南玩 吃到那個辣椒 哇 整餐都吃不下 韓國可能還是小無間大無辣 如果跟那些熱的地區比的話 蠻好奇的 那些國家的能吃辣的人 有辦法吃這些 鹽裸造 那種東西嗎 那韓國人這麼愛吃辣的原因 除了賣辣等級成長之外 也有些人說 因為是工業化的過程中 開始壓力變大 吃辣的東西是可以消 那個消除壓力的 因為吃辣的當下 就是大腦會分泌出 腦妹飛出來 所以就會讓人心情變好 那又有些人是說 因為勞動時間變長 開始需要更多熱量 所以就喜歡用辣的食物來配更多飯 這都蠻合理的吧 但我覺得其實不只是這個樣子 就作為一個蠻愛吃辣的一個人來說 我覺得其實我們吃辣沒有這麼簡單 我們愛吃辣的人呢 心情不好的時候確實也想吃辣 但心情好的時候也想吃辣 你知道人類心裡有一種機制 我們想要想辦法 讓情緒稍微達到一個平衡的方法 但我們覺得很難過很痛苦的時候 想要做一些讓我們開心的事情 但是當我們很開心的時候 因為覺得說 我這麼開心是不是危險呢 人類的生存機制 就會讓我們做一些事情 所以當我們很開心的時候 就想要折磨一下自己 吃辣 好辣好辣 這樣折磨一下自己 讓自己的情緒 稍微再找到一個平衡狀 我猜啦 可能是因為這樣 所以搞得我們這些愛吃辣的人 管他心情不好也想吃辣 管他心情好也想吃辣 這樣不斷地吃下來 那一辣長度就 咚~~ 越來越生氣 我覺得關鍵就在這裡 好 那再次呼籲吃辣 其實會發生一些疾病 就胃癌 胃發炎 這是很常見的 愛吃辣的朋友 我們也稍微克制一點 不要一直吃辣好不好 那我相信你們不會聽的 OK 好 那喜歡我們影片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記得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